哈喽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的视频,我是黑鱼 今天咱们就录一个随随便便的视频 就是很随便的视频 这个视频就是给黑素尾线换了一条盒子 你们都看得出来吧,这个黑素尾线确实长得也不小了 然后这个盒子对它来说确实很憋屈 这个很憋屈 然后咱们就找了一个快餐盒 就给它换上盒子 哎呀,不过这个事先我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所以就没有洗沙子,这个沙子都是带粉尘的啊 这个像这个独行一样的白色的哈沙 这个买的时候说是盖沙 这种沙子粉尘很大,说实话粉尘真的很大 有像洗衣粉是吧,这个感觉 不够啊,这个厚度不够 这个黑素尾线是会刨沙子 所以这个厚度需要大一点 哇,这个粉尘一直往上飘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上去 你们可能看不见,但我这看得非常清楚啊 这个粉尘很多很多 不够啊,不够啊,算了,就这样吧 好了,我们把这个鞋子给它整进去 去去去去去去 你不是挺喜欢越狱吗 这个鞋子现在呢 他后来好像把一个杜比亚给吃了 然后我现在长得很胖 非常胖,胖极了简直 呀,你不是挺喜欢越狱的吗 你啊 你不是,上次还跑过一次 呜,吼吼,进去了 哎,这个盒子舒服很多啊,看起来 你看,环境也大了很多啊 不错 very nice 不错哎,不错,这个盒子不错啊 就是需要扎几个孔啊 等我过几天要买个锥子来 然后给它们扎一扎孔 好了,咱们换下一只 下一只是那只瓷镜的 这只瓷镜呢 这个也不小啊 给它把沙子倒进去 剩下这点沙子全倒进去吧 估计清倒进去也不够,它用的 哇,哎,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哇,这个阳神的效果,我的天 哇,虎门硝烟 你知道吧,这虎门硝烟就是这个效果 啊 我靠,什么情况 这倒个沙子都是 爱你的形状吗 我靠,这个好骚呀 倒个沙子都是爱你的形状 真够 好了,我把这个鞋子给它整进去 这只母鞋子倒还是比较老实的 哎,漂亮 很快就看好了 非常漂亮 哎,这样也看得舒服多了啊 这个环境就舒服多了 也大多了 黑素尾鞋呢 这个品种以后可以长很大的 所以这个环境无比也要给它大一些 虽然说这个大小环境 对它影响并不大 但是呢,这个 毕竟说还是让它过得 怎么舒服怎么来 是吧 大环境呢,有利于观赏啊 也有利于它自己生长 好啦 那这个,本期这个换盒子呢 就给各位留在这儿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别忘了点个关注 投硬币,点个收藏 点个推荐 好啦,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